2011年是2月16号 一位95岁高龄的长者 在香港接受了来自杭州的一张聘书 聘任他为西陵印社第七任社长 海内外关注已久的西陵印社社长人选一事 终于尘埃落定 一时之间饶宗怡的名字又一次成为媒体热词 饶宗怡先生 1917年出生 广东朝安人 史学家 经学家 考古学家 古文字学家 翻译家 文学家 书画家 一生游学世界 广收博览 著述的身 逃离天下 是国学界 声誉极高的百科全书式的一代宗师 学术影响 远播英美法日 印度等国 2011年 2011年出任西陵印社社长之职 1917年8月9号 饶宗怡 饶宗怡出生在广东朝安县城的这个如商之家 饶家家事学本传承有字 家中的天孝楼藏书是饶先生最初的书山学海 先生后来建树坡风的国学 文学 书学和化学 最初都是在这里发蒙的 少年时期 他就是享誉乡礼的神童 30岁之前 完成的潮州义文制和潮州制 成为饶宗怡先生的学术起点 我原来生于诗 讲于诗 我觉得一个人研究历史文化 应该从自己家用出国 因为一个地区的研究 是整个国家历史文化研究的基础 到今天为止 我仍然是台庄 潮州博文 他们是怎样 我就是 虽然有点 宗旨情深 但实际上 也因为我自己的 国家历史文化 从这个基础 我和我的基础 这个是我 对潮州的关注 而且始终 以不舍的追索 随后 他又把学术事业 拓展到了瓷雪 敦煌雪 和中国音乐与宗教等领域 1949年初 饶先生定居香港 这成了他一生中的 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他的学术生涯 也进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 他在香港大学任教的同时 深入研究瓷学 文学学 甲骨学 古文字学 版本学 和目录学 取得了丰树的研究成果 越来越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重视 海外学术机构的讲学邀请 分支踏来 饶宗仪讲学的足迹 遍及日本 新加坡 印度 和印尼 他还原设法国 英国 美国 和意大利 饶宗仪的四海讲学生涯 被人们称作 东学西建 饶先生 每到一国一地 几乎都要搜寻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 从一纸一叶 一假一识之中 开拓自己的国学疆域 受到好好的事态 我很舒服 我在欧洲玩 我在上海 我在印度玩 我在日本玩 什么 看什么都要 人家很艰难的 所以这些都是一种机缘造成的 当然我自己的努力是有关系的 但很多人有了机缘 他自己不努力的 他自己找不到他 他第二个人根本就喝酒或者玩 他一样是教授的 很多研究是多语的 所以我自己制作 我会开辟我自己学说天地 很多是我自己开出来的 是我自己找自己的辛苦 但我找自己的辛苦 就得到某种的 起码我自己高兴快乐 有种自当 在此期间 他的十七部汉学著作 轰动了国际学术界 在当代的中西学术交流中 饶宗宜成为欧洲汉学界公认的老师 他搭建了亚洲 欧洲和北美洲汉学交流的桥梁 她们在哪里 她们在哪里